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到后来 美国参加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 毗洛书 后来亚来山大 沙皇亚来山大骑着白马进了巴黎 这个欧洲边缘和欧洲外部里面揭露 一次又一次 一轮又一轮 长远的后果是欧洲的衰落 欧洲地位的衰落 对欧强国的兴盛 和用得了一篇非常精彩论文的题目来说 欧洲体系的消失 他写过一篇论文叫 Passing of European System 那么这就是一种大军事机制 不是光在欧洲内部的 外部力量 外部力量 那个拿破仑怎么被打倒了 英国整了他20年 俄国1812年以后 在路上打倒拿破仑 拿破仑走下坡 是两大侧与强迫 这个希特勒怎么完蛋了 威廉二世的德国 第二帝国怎么完蛋 所以你要说 有一个军事 这是不是欧洲军事 这是一个大军事 他贯穿几个世纪的欧洲国际关系 贯穿几个世纪的现代国际关系 我刚才讲过 所有世纪有奥斯曼托尔奇的干预 这个军事体制 大于南克 以及他后来几代 绝大多数欧洲同行 集中注意的 传统欧洲军事 更是大于欧洲大陆军事 是欧洲大陆军事 是传统欧洲军事 对于几番更生的 如果说一大终极原因 不是所有终极原因 欧洲自己的生命力 欧洲自己根本的风力 也是一个终极原因 但是还有一大终极原因 所以我说 这是一大终极原因 那么这样一来 我们从这个我们就可以来描绘一个欧洲现代国际关系史 现代国际体系 从十六世纪到十七世纪 还不说王室的霸权追逐 是我们以后讲的第一个单元 这个霸权就失败 然后经过随后 一共加起来 一个半世纪 一百五十年 法国两度扩张 卢伊斯斯 法国 拿破仑法国 但终归破产 然后 第二季初年 威廉德国 同志也兴复命 特别是纳税德国同志也兴复命 德国有两度 同欧城堡 所以 一次又一次 每一次 被打击的 面临 密鼎自灾的危险 是欧洲军事 但是欧洲军事到后来 仍然存在 一乡必不可少 生活首要的原因 就在于 外部新力量 一次又一次 进来 拯救欧洲的平衡 但是 在这样一个 反乎重演的过程中 吹义强国形成 越来越大的权势 俄国人是怎么强大起来的 美国人是怎么强大起来的 有内因 还有外因 要参与国籍体系 干涉 拯救 救欧洲 所以 翠强国形成 又来打权势 传统中心 走不上了 它有史地位 所以 这是一个 要比 1833年 那个南克图景 更为宏大的图景 产生这更为宏大的图景 要在总体上 感知和理解 现代国际演变 就需要有 全球演见 有些人 是有全球演见 比如说西里 英帝国大力学家 英帝国的 帝国死 19世纪后期 末期 麦津德 圣裁一个人 特克尔 特克尔 讲了天才 本能 他也说不出什么理由 但他预言 在南风战争结束以后 深年 在20年代 19世纪 叫人预言 未来美俄两强 将 将将将 主宰世界 将划分世界 那时候美国什么 什么美国 连蒙罗宣言 蒙罗主义都还没提出来 那个时候 当然俄国很强 因为 但是俄国很落后 谁也知道 所以呢 一句话 要有全球演见 全球事业 在这个全球事业方面 南克不接后代人 西里和麦津德 甚至也不接 他的同代人 托克威 那我来看德约 德约的眼界 与南克截然有别 德约为什么有这样的眼界 叫痛定失动 得过两度之难 两次毁灭 这个这个 麦内克本人 在第一次见到以后 写的最深刻的书 也是来 呈痛的反思这个问题 德约现在两次 第二次就拿这样 这个意思就是 我们德国人 最多只能做 必须满足于做 欧洲大陆手枪 如果我们想当 World Power 我们一定完蛋 所以这样的眼界 我们要当World Power 我们有资格当吗 你看看Russia 你看看United States 你看看Belic Empire 我们德国人 所以这个反思 是这样出来的 那么因此有全球眼界 那么这个眼界 和南克截然有别 它的现代国际体系 的根本图景和范式 不是欧洲列强 不是欧洲军事 而是欧洲列强 欧洲军事 与另一类力量和构造的 并存与互动 什么力量 另一类力量 就是 彻于大国 它们的外部优势 彻于大国和外部优势 特别是海外优势 或者用西里一句话来讲 这就是西末期他讲 有一种国家 叫洲界大国 Continental States 什么意思 不是说它们是大陆大国 它们相当于 半个大洲的规模 一个甚至或者半个大洲的规模 当然还有人口 不光地理 否则澳大利亚就是 Shopper Power 所以南克本人 他说 这种来看事情的方式 第一个不是我 是西里 当然他也可以 他应该也可以提到麦金戈 他把这样一种 根本图景的范图 溯源于19971最重要的英帝国史家 约翰西里 他在不牢靠的平衡四季的欧洲全力斗争的 那个导演的最后一段话 什么话呢 他们说 我们德国人 关于江1870年后的20年 1870年 71年 普瓦战中宝宝 1890年 比斯迈下来 这个20年 我们德国人关于江 这个20年 当着世界史上的比斯迈时代 当世界史上对比斯迈想应激的一个时代来的 但是西里 却根本没有起到比斯迈的名字 西里的眼光越过德国 甚至越过整个欧洲大陆 仿佛它不过是一个中等高度的山脉 越过这个中等高度山脉 投降俄国 美国 这是两个隐约颂线的巨型枪国 他们作为一类新的超级规模国家 将像古代马其顿 遮蔽雅典 或者十六世纪西班牙和法国 远盖过弗洛洛沙城邦国家那边 结果我刚去的地方就是罗洛洛沙 文化简直是据说世界上最受旅游者欢迎的第二个城市 第一个城是曼谷 它太有文化了 我就想到这也是一种过日子的方式 从文艺佛兴时代意大利起开始 其实越来越小 越来越微不知道 但是不管那些 我们过我们之后 我们好好搞文化 留下一些东西 这也是方式 但是很小 这个像古代马其顿遮蔽雅典 或者十六世纪西班牙法国 远盖过弗洛沙城邦国家那边 他们要压倒性的遮蔽其他城市 这个德学说 从这么一种视野触发 从这么一种观点触发 难道我们还能在兰克市意义上 谈论国际体系吗 这个意思就是 难道我们德国人能忘了 United States和Russia 我们永远不可能把他们打翻 他们要一定能够把我们打翻 好 这是一个范子 总之一句话 我们这个特别是对于 这个我们讲的这个三个世纪 甚至四个世纪的 海外优势对俄罗军事 所以大国对俄罗军事 全球眼界对俄罗军事 随着反霸战争胜利 或者大国国内变革 就法国大革命 一次又一次地出现新的力图称霸者 欧洲主乡国家国际体系 也就一次又一次地经历 上十多次 从从欧史记开始 逐渐领有几乎半个欧洲的 还不是宝家属 都建立普遍帝国 到石器时期中叶 最终完全败给了法国 所谓投靠主力的 反正他不是法政府 然后法王路易斯宣伐努力 到自英国荷兰奥地利建盟 到十八十七初 也就在这个进行了十多年的 这个西班牙集中战争之后 最终战争的法国 然后十八十九世纪之交 由于大革命而国力俱增的法国 又以远大一路十四的扩张规模和野心 力争征征服全偶 经过抗法力量 二十年熬战 才最终失败 严重审伤或者毁坏 又反驳得到修复和崇敬 我们欧洲列强 以及以他们为主组成的 欧洲国际体系本身 在这种旗方案 常常俱变当中兴起和更生 那么我们现在开始 在阐述 首先阐述现在国际体现制 然后以后 我们会一步步展开 这么一步的历史课计 其中根本 还包括 除了这些之外 还包括 北兰科忽视 但是又德约强调那种 我们刚才提到大军事纪律 也就是与现代国际体系的扩展 警力相关 现代国际体系的扩展 警力相关 欧洲外援和外部力量介入 在越来越大程度上决定 欧洲军事保存更生 并且由此促成了 非欧强国的 绝对兴盛和相对兴盛 加上由此世界政治的变更 那么这个第一幕 我们想谈中世纪国际秩序 所以我现在国际体系 文是以前 欧洲同情的当然是 中世纪国际秩序 那么中世纪国际秩序 因为离我们远 因为我是属于一个 同我们很不一样的时代 大不一样的时代 所以对中世纪的理解 对我们来说 对现代人是最困难的 然后难于甚至理解 从现代反而 与中世纪相比较为接近的 比如说古典世界 希腊 特别是希腊国际体系 那么这个特难理解的 中世纪国际秩序 我们可以做一个概括 它有下面 这两个根本特质 第一个呢 我们先前已经谈过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 就是有大量议者的正式体 有天主教会 有神圣王法帝国 有比如说科隆 日内瓦像的自由城市 还有君主国 比如说法国等等 无数 还有贵族领地 大贵族领地 公爵领地 堆滞世界 还有城邦国家 意大利 所以大量议者的正式体系之间 有着胶测 重叠的 极为复杂的 你中有我 我中有你的 权力关系 第二呢 它根本特征 就是那个 我们也提过的 叫Christendon 或者称之为 就是拉丁文 就是基督教共同体 Christendon 那么统一的 基督教世界 或者这个拉丁文 基督教共同体 这个观念 这个观念 是欧中持续的 一大根本特征 首先我们来看前面的 大量议者的正式体间 交叉重叠的权力关系 天主教会 神圣王法帝国 王国 东邦 特别在第一次世界 贵族领地 自由城市等等 这个 规模多样 虚实不一 什么叫虚 神圣罗马帝国 历史上最有名一句话 既不神圣 也不罗马 也非帝国 叫虚 实 王国 天主教会等等 他们这些说题 各种各样的 叫盘根错句 互相间有着 处中复杂的权力和义务 所以权力和义务 主要源于 传统习修 你政权力往往你中有我中有你 也就是说其中没有哪一个 任何一个都不拥有现代意义上的主权 但是精彩的就是 实际的政治权力投井是支离破碎 混杂小姐 但是那些同时 在欧洲同行的最重要的政治道的观念之一 是统一的基督教世界 那么这个 这是一种统一感 持有共同天主教信价 统一感 这一个是一个信念 这与基督教世界实际上是结为一体 这么一个信念 不管欧洲内部各种争斗 如何激烈 这种统一感 这种结为一体信念 构成差不多所有中世纪政治思想活动的 一个基本条件 那么下面一层意思我们要讲 在这个基础上 中世纪国际秩序 有它的比较明显的规范 那么特别在中世纪最后阶段 形成了某种所谓 类似于欧洲这个功法的东西 这个 我们也可以做一个开阔 这个规范 是由三种传统合成 一种传统叫升学传统 第二种叫封建传统 第三种叫帝国传统 神学传统 封建传统 帝国传统合成 或者我们也可以换句话说 使得我们对于这个东西的理解 更加封 神学传统就是基督教传统 封建传统就是 我这里还翻译得不太好 应该翻译了 虽然是一个英文字 应该热曼传统 结盟传统 而帝国传统呢 当然就是由罗马来的 罗马传统 而且三种传统 都必体现在三种中世纪的法当中 体现在神学传统体验的教会法 神学传统 基督教传统 教会法 封建传统 日耳曼传统 习惯法 帝国传统 罗马传统 民法 他们体现在教会法 习惯法和民法之中 我们再来看这个中世纪两大最大的权威 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 统一的主要世界观念 它同这两大权威 也是power and authority 教会和神圣罗马帝国 他们是有因果关系 统一的主要世界观念 由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的权势权威 促成和表证 但是呢 对中世纪的式推移 教庭和神圣罗马帝国 这两大势力相继衰落 先衰落的 教会衰落早一点 是神圣罗马帝国 经过这个两大势力之间 几个世纪的斗争 长期暗斗 有几度是公开大冲突 最终结果 教皇要倒皇帝 教皇终于要倒皇帝 这个教皇终于要倒皇帝 因此他除了通缆精神权力之外 差不多拥有至高的 世纪权威 但是呢 真正胜利者是谁 登利者其实不是教皇 就以后的发展来看 如果从事后来看 真正得业于最争斗 是封建世纪统治者 地方性的封建世纪统治者 比如说法国国王 这个 他们对于从争斗双方 争斗双方都节约取得 这个地方性的 这个封建世纪统治者的支持 那么 地方性的封建世纪统治者 就是索取让步 从两方索取让步 所以让步 总之一句话就加强自主性 从而促成了欧洲 政治分立状况的 秩序的维持 统一不起来 而且 比如说法国 还是法国 还有其他的 慢慢的 他们越来越自主 力量越来越大 进展为对教皇权威的 越来越坚决 越来成功挑战 所以 两大权威 所有东西 都自主两大权威 相处在路 而这个 Rising Power 就是后来 逐渐发展为 所谓我们称之为 Nation States 那些设题 那我们来先来看看 现代国类体系的起源 所以我们为什么要上呢 我们上 就是以单位视野 现代强国的 这个 上就是体系视野 下就是单位视野 先来看总的 就是Systemic Change 现在国类体系的起源 首先我们从这个所谓 体系视野来看 那么现在国类体系 从时候开始 一般历史学家 多数历史学家 都把它倾向定为 当然一定以上也是 既是计设置性的 也象征性 1940年 为什么要说1940年呢 为什么那么多历史学家 和国类体系演变者 倾向于 把这个现代国类体系的 这个开端定为1940年 首先因为 北京复兴时代 意大利沉默国家体系 毁于1940年 毁于 他们隐郎陆市 首先法国录称意大利 然后法国对头西班牙录称意大利